男生女生第一次敲LOKIE的時候 女生到底應該要表現到哪裡呢 幹什麼吧 給我一杯 我老闆呢 他有個朋友 就叫他幸運的衰包好了 就幸運的衰包呢 他就對一個小周惠敏追非常久 然後呢 好不容易有一天呢 他等到小周惠敏就是失戀了 小周惠敏就約他開房間 你知道 被女生約開房間 這何止是開心 就當天腿斷了要爬去 沒想到呢 隔天迅迅衰包跟我老闆 很崩潰的講說 你知道小周惠敏對我怎麼樣嗎 他居然 舔我 他就徹底性的大崩潰 明明呢 是被女生挺 但他卻講得好像卻被男生雞尖一樣 我想了很久 到底是為什麼呢 原來 賈州惠敏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男生呢 都很怕第一次的時候 遇到女生非常的重量 是一個不敢讓他隨便登場的器官 拳雷打呢 就讓他單純是拳雷打就好了 賈州惠敏呢 他不但拳雷打 還蓋了一座棒球場 拳雷打送棒球場 把男生嚇死了 所以 我們女生抓住一個大準則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跟這個男生呢 第一次上床呢 你就把自己的智商 降低50% 讓自己呈現一個半低能的狀態 約莫是 5455455 這樣子的低能 因為呢 台灣很多男生呢 都是玻璃心 如果呢 第一次太過重量了 男生的三魂七魄就會少了一魂一魄 不要講XX啊 講那個維多利亞秘密的腰夾就好了 你知道嗎 老外的男人呢 看到女朋友穿維多利亞秘密的腰夾呢 就是 我好好大幹一場 Oh baby You are goddamn hot 但台灣的男人呢 看到女朋友穿的腰夾呢 就是發抖苦心上說 你要幹嘛 這就是為什麼腰夾進口台灣全部慘培賣掛 那為什麼我要討論 腰夾不討論XX 喔 因為XX不是很羞 但也不是說永遠無法擋鹹 除非呢 你們今天已經交往一陣子了 這時候女生呢 就可以試著穿腰夾 當然啊 台灣女生第一次穿腰夾出場的時候呢 男朋友呢 還是會內心偷偷笑到浮心臟 說我想說你要幹嘛 硬不起來 但是呢 這時候呢 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已經交往一陣子了 他一定要技術性的排除 讓自己硬起來 因為如果呢 他當天沒有硬起來的話呢 女朋友當場翻臉以後無泡可打 這比硬打一泡還要累 所以呢 男生呢 如果你這時候其實內心是嚇到的 你也要裝得很感激 你的槍一定要上糖 因為如果你的槍沒有上糖呢 接下來七七四九天 我跟你講 你的女朋友一定跟你這件事情吵到翻天 沒有辦法 The show must go on 就算你看到你女朋友的肉從腰夾飛出來 你一定也是要硬起來 乾脆歐巴 給我來杯頂扣口 還真的有頂扣口 所以女孩們 記住 第一次跟男生上床的時候呢 內衣的花色越無聊越好 還有千萬無湯襯杯 因為白色內褲容易放黃 好